生活版和女友恋爱四年 他分手时写下的一张欠条 分手的时候不止拍了婚纱照 李康还主动打下了一张五十万元的欠条 分手后前女友竟通过起诉要拿五十万 他要李康立即归还所欠下的五十万元 本来就没有借过钱 法院最终会如何认定那一张欠条 分手欠条五十万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2013年7月的一个晚上 李康兴冲冲的回到家里 想好好地抱抱一岁大的儿子 可门一开 妻子郑佳佳却铁青着脸 把一叠照片丢在了李康面前 李康一看照片愣住了 嘴巴张开又合上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原来这些照片 是李康和另外一个女孩的婚纱合影 不仅如此 照片上的女孩 连穿着的婚纱和戴的钻石项链 都和李康送给妻子郑佳佳的 是一模一样 郑佳佳一看丈夫这么一副表情 更生气了 他说李康你跟我好好解释解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以前结过婚 跟我是二婚呢 你怎么能骗人呢 一听这话 李康急了 说我怎么可能是二婚呢 你去看看咱们的结婚证 还有户口本 我如果是二婚 这婚姻状况就得登记成再婚 一听这话 郑佳佳觉得也有道理 说起来两人都是本地人 结婚两年多了 这儿子都已经一岁大了 要说李康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 郑佳佳也认识不少 按理来说 如果真是二婚 这想瞒也是瞒不住的 想到这里 妻子郑佳佳的气就消掉了一半 但他依然不解的是 那相册里的女人究竟是谁呢 她和自己的丈夫究竟是什么关系 李康说 照片上的女孩 名叫萧丽 是初恋女友大学同班同学 两人谈了四年恋爱 感情非常要好 原本商量着一毕业就结婚 于是就在毕业前期 李康迫不及待的带着女朋友萧丽 来见了自己的父母 可没想到的是 李康的父母对这个女孩 却并不认同 特别是李康的母亲 更是反对强烈 说这女孩啊 人长得像林黛玉 不够大气 人也不够浮相 性情呢 又太过倔强 说跟自己的儿子不合适 坚决要求两人分手 萧丽是个好强的姑娘 再加上年轻气盛 一段时间和李康父母的关系闹得很僵 让李康夹在中间是左右为难 于是就在毕业前的那一天 萧丽主动提出了分手 李康同意了 可心里却觉得非常的内疚 因为在李康看来 萧丽把一个女孩最宝贵的青春年华 都给了自己 李康知道 萧丽根本舍不得离开自己 就像自己也舍不得离开萧丽一样 可作为家里的独生子 李康已经习惯了处处都听从母亲的安排 根本不敢违抗 也只能同意了 分手的当天 两人都哭成了泪人 曾经是彼此生命中最亲密的人 一想到从今往后 不再有任何联系 不再有任何交集 两人都感到了撕心掠肺般的痛苦 萧丽说 李康欠自己一个婚礼 想拍一组婚纱照 做一回李康的新娘 也纪念两人之间最纯真的爱情 李康答应了 并且出于愧疚心理 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私房钱 给萧丽买了一套非常精美的婚纱礼服 还偷偷地把母亲给未来儿媳的钻石项链拿了出来 戴在了萧丽的脖子上 不过拍完照片 萧丽并没有收下婚纱礼服 她请李康一定要答应自己 让未来的新娘穿同一件婚纱 戴同一条钻石项链 风风光光的嫁给李康 代表由新娘代替自己 延续两人之间的感情 更代表了她对李康最深切的祝福 大学毕业后的第四年 萧丽结婚了 随后自己也娶了郑佳佳 并且信守当年的承诺 让新娘郑佳佳穿同一件婚纱 戴同一条钻石项链 听完丈夫李康的话 妻子郑佳佳有一丝感动 没想到丈夫是信守承诺的人 但是妻子郑佳佳心里还是不舒服 因为她感觉到自己俨然成为前女友的替身 那这对原本恩爱的夫妻 会因为一张婚纱照 而让他们的婚姻走到尽头 好在郑佳佳是位小学教师 人也非常知书达理 她想了想 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 再者说 自己和李康已经结婚两年多了 这两年多来 李康对自己还是知冷知热的 对儿子就更是疼爱有加 每天下了班就准点回家 从来不和别的女孩暧昧 虽然老公只是个公司小职员 这收入也少了点 可一家三口这小日子 还是过得和和美美的 想到这些 郑佳佳没过几天啊 气就全消了 照片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这个家庭重新回到了往日的瓶颈 可妻子郑佳佳却发现 丈夫李康还有秘义 他还在刻意隐瞒着什么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有一天 郑佳佳出门买菜 刚好遇到了李康的同事 同事问郑佳佳说 你们家最近是不是要买房子啊 郑佳佳一听这话笑了 还开玩笑说 买什么房子啊 你看我们家儿子啊 连这个奶粉钱都不够用了 要不这样 你借我点 同事一听这话 说那就奇怪了 你们家李康刚刚问公司 借了两万块钱 还到处跟同事借钱 这不买房子 借钱做什么呢 一听这话 郑佳佳的脸色都变了 这老公到处跟别人借钱 自己作为妻子 却一点都不知道 郑佳佳连买菜的心思都没有了 他赶紧打电话给婆婆 可听上去 公婆家里也没有什么急需用钱的地方 老公这借钱到底是做什么呢 初恋情人遇到困难 他瞒着妻子出手相助 老公从公文包里掏出了一个信封 可萧丽却冷冷的把信封推开了 还没弄明白初恋情人的用意 他又收到法院的传票 状告他的并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初恋女友萧丽 他要李康立即归还 所欠下的五十万元 他和前女友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前女友对他揪着不放 分手欠条五十万 正在播出 当天晚上 李康照常回到家里 郑佳佳旁敲侧地问了几句 可这李康就好像没事人一样 只字不提借钱的事 郑佳佳更加觉得有些不安 打算先暗中观察几天再说 可是接下来的几天 老公李康是每天准时点上班 按时下班 这一回家就逗儿子玩 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正当郑佳佳觉得 老公借钱的事不过是同事一个玩笑 可李康手机里的一条短信 却再次引起了郑佳佳的怀疑 一天晚上 李康正在浴室里洗澡 手机就摆在了客厅的桌上 郑佳佳在客厅里看电视 这手机震动了一下 他也瞄了一下 这是一条短信 只有简短的几个字 明天晚上七点 你公司旁边咖啡馆见萧丽 一看见萧丽这个名字 郑佳佳就好像出了电一样 心里不停的碰碰直跳 老公不是说跟前女友 已经没有任何来往了吗 难道说两个人旧情复燃了 一想到这些 郑佳佳恨不得一下子冲进浴室 把这李康给拽出来 问个清楚 可转念一下 这一条短信又能代表得了什么 不如明天晚上去看个究竟 第二天 郑佳佳戴上了墨镜和帽子 早早地来到了咖啡厅 并且找了个角落的位置 坐了下来 不一会儿 萧丽来了 因为见过照片 郑佳佳一眼就认出了萧丽 萧丽人长得文静瘦弱 看上去有几分憔悴 怎么看 怎么都觉得缺少了这个年龄女孩应有的阳光和活力 过一会儿功夫 李康也来了 两人找了个位置 坐下 并且就距离郑佳佳的位置不太远 郑佳佳看到 两个人各自点了两杯咖啡 并且低声地 说了几句话 可接下来 两人却沉默了 郑佳佳看到老公从公文包里掏出了一个信封 轻轻地推到了萧丽面前 可萧丽却冷冷地把信封推开了 并且一句话都没说 站起身来 转身就走 李康在身后也站了起来 低声地叫着萧丽的名字 想追出去 却没有挪步 整个过程不超过十分钟 郑佳佳在一旁看得是莫名其妙 不知道这两个人在做些什么 等萧丽一出大门 郑佳佳一个箭步就冲到了李康的面前 没等李康反应过来 郑佳佳已经打开了桌上的信封 这一看 信封里整整齐齐地摆着三叠百元大钞 郑佳佳气愤极了 一把拉着老公就冲出了咖啡馆 在街上 郑佳佳质问老公说 李康 你还出手真大方 这一出手就是三万块钱 你知不知道 就我和你那点工资 每个月全花在儿子身上还紧巴巴的 我是连贵点的衣服都舍不得买 你居然拿钱给外人 对了 这女的不是外人 她是你的初恋情人 你们两个是不是 一直都没来远去偶端思连的 我看这日子没法过了 李康一看老婆情绪这么激动 赶紧安抚 说我们两个人的确是很多年都没见面了 萧丽是问我借钱 可我给她钱她又不要 哎呀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李康和萧丽的确是多年未曾联系了 可就在一个月之前 萧丽却突然打来电话 与李康见面 时隔六年没见面 当李康再次见到萧丽的时候 早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心动感觉 两人坐下来聊聊工作 聊聊生活就像老朋友一样 可就在临走的时候 萧丽却吞吞吐吐的说 想问李康借二十万元钱 李康赶紧问 说借这么大笔钱做什么 家里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可萧丽却躲躲闪闪的始终不敢明说 初恋情人遇到了困难 李康打心底里愿意帮这个忙 可二十万是这么大一笔数字 这根本不是李康所能负担的起单 一来李康本身是个公司小职员 收入也不高 二来又刚刚结婚成家 这刚好是用钱的时候 可碍于情面 李康又不好直接当面回绝 答应要为萧丽想想办法 至于这借钱的事 李康是压根就不敢跟郑佳佳提 照片的事情已经惹得老婆很不高兴了 哪个女人都不放心自己的男人 跟前女友偶端丝连的 再者说这么大一笔数字 根本不是他们家庭所能负担得起的 郑佳佳不会同一步说 说了反而会引起郑佳佳的误会 所以啊李康值得硬着头皮 跟单位里借了两万块钱 又跟同事借了一万块钱 可李康压根就没想到 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 东拼七凑了三万块钱 却被萧丽冷淡的拒绝了 还被郑佳佳给发现了 听完老公的话 郑佳佳心里却觉得将信将疑 总觉得李康还有什么事情 在隐瞒着自己 不过啊李康答应郑佳佳说 今后无论有什么事 都得跟郑佳佳商量 就算是再跟前女友见面 也得征求郑佳佳的同意 可让两人想不到的是 这一个月之后 李康却收到了一封法院的传票 而状告他的并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初恋女友萧丽 他要李康立即归还所欠下的五十万元 这五十万元的欠款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止拍了婚纱照 李康还主动打下了一张五十万元的欠条 分手就分手 为何还要拍婚纱照打巨额欠条 萧丽曾经两步为李康打开 已经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 分手是因愧疚而打下的五十万元欠条 法院到底会如何判决 分手欠条五十万正在播出 收到传票 李康一下子就懵了 郑佳佳却急了 说好你个李康 居然背着我欠下这么大一笔钱 你这日子是不是不想过了 听老婆这么一说 李康值得原原本本的从头解释 原来李康和萧丽分手的时候 不止拍了婚纱照 李康还主动打下了一张五十万元的欠条 因为李康心里觉得非常愧对萧丽 所以答应未来经济条件好的时候 给萧丽适当的经济补偿 一转眼六年过去了 这个期间李康和萧丽各自结婚成家 有了新的生活 特别是李康还生了个大胖儿子 俩人曾经再浓烈的感情也渐渐淡忘了 如果不是今天萧丽起诉自己 李康已经压根想不起来 还曾经打了这么一张欠条 郑佳佳听完老公的这番话 一个就是埋怨老公太傻 说不就谈个恋爱吗 你至于打个五十万的欠条吗 分手这回事每天都在发生 怎么只有你非得跟前女友拍婚纱照 还非得跟人家打欠条呢 可是到如今说什么也没用了 夫妻两个赶紧咨询律师 律师听完了事情来龙去脉 给李康夫妻做了详细的解释 那么李康因分手而给前女友打下的五十万元欠条 到底算不算他欠前女友的钱 法院最终又会做出怎样的判局 开庭当天 李康和郑佳佳一起来到了法庭 萧丽却并没有露面 只委托母亲到庭 在庭审当天 萧丽的母亲出示了一张欠条 说李康白纸黑字承认欠下萧丽五十万元 理所当然应当立即归还 可李康的律师却反驳说 李康当年的确写下了这么张欠条 可萧丽却并没有借给李康五十万元 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并不成立 既然借贷关系不成立 这钱自然就不需要归还 那么这五十万元款项 究竟应不应当归还呢 这就涉及到了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 民间借贷和法律关系是否成立 那么首先呢 让我们来看看什么叫民间借贷 所谓民间借贷指的是公民之间 公民和法人之间 公民和其他组织之间所形成的借贷 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 民间借贷只要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 约定的利率不高于人民银行的限制性利率的水平 都是可以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的 这也就是说 如果肖利的确当年借了一笔五十万元的款项给李康 那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这五十万元就应当立即归还 可回到本案当中 李康当年的确打下了这么张欠条 可出具欠条的原因并不是问肖利借到了钱 而是出于补偿和愧疚的心理 这一点肖利母亲作为代理人也是认同的 也就是说两个人之间根本就不存在这么笔借款 既然借贷关系不成立 那么这笔借款也自然得不到法律的支持 肖利母亲听律师这么一说 急得大哭起来 说李康你既然答应过要给我女儿钱 你就得说话算话 我们家肖利如果没有这笔钱 就没法做手术了 你怎么忍心见死不救啊 再说了 我们家肖利有今天都是被你这个混小子给害了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说肖利生了重病 肖利母亲又为什么说是李康害了肖利 见肖利母亲情绪激动 法庭决定暂时休停 把双方请进了调解室 让他们好好谈一谈 原来李康和肖利也不止谈了四年恋爱 这个期间肖利曾经两度为李康打胎 两人原本商量着一毕业就结婚 没想到李康的父母却前列反对 才导致肖利主动提出了分手 所以在当时的情境下 李康主动打下了一张五十万元的欠条 承诺未来要给肖利经济补偿 可时间一长 肖利结了婚 李康自然也就放下了这份负担 李康并不知道肖利婚后并不幸福 肖利的丈夫比肖利年长几岁 又是家里的独子 非常渴望早点生个宝宝 可两人结婚两年多 肖利的肚子却始终不见斗定 经过医院检查是肖利的原因 并且医生告诉夫妻两人 正是因为肖利两次流产 已经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 肖利的丈夫听到了这个消息 非常震惊 甚至非常愤怒 她无法接受肖利的过去 更无法接受自己的妻子 不能生育 坚决要求离婚 两人就这么散了 好强的肖利 并没有把离婚的事情告诉给外人 更不幸的是 肖利离婚没多久 就被查出来 换了脑瘤 懂事的肖利不忍心让母亲再为自己操心 于是一个人悄悄到医院进行治疗 直到有一天自己昏迷 被送到了医院 肖利母亲才知道女儿得了这么重的病 脑部手术需要很多钱 肖利的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大好 好强的肖利又不想麻烦亲戚朋友 这个时候就想起了自己的初恋男友李康 可这个自尊心极强的女孩子 即使是在前男友面前也不肯示弱 他只字未提自己的患病和当年李康打下的欠条 只希望李康看在当年的情分上 能够帮帮自己 借自己二十万元 让自己度过这次难关 李康当时并不知真相 自己家境条件也非常一般 二十万元也早已超出了家里的承受范围 又怕给妻子挣家家增添心理负担 就没有跟家里名讲 于是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借了三万块钱拿给了肖利 可这三万块钱 肖利却觉得非常心寒 在肖利看来 别人不懂自己 李康也应当懂自己 如果自己不是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 生了这么重的病 自己一向好强 是绝对开不了这个口的 肖利认为 李康拿三万块钱根本是在打发他 已经完全不顾念当年的感情了 住院期间 肖利的母亲不停埋怨李康 说如果不是因为李康这个混小子 肖利现在至少能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肖利的母亲想起了当年的欠条 劝肖利说要她起诉李康 拿回当年应得的补偿 因为有了这笔钱 肖利才能安心治病 一开始肖利拒绝了 可后来看到母亲含辛茹苦地照顾自己 还要为医药费发愁 也就答应下来了 法院没有当场做出裁决 而是给到双方一周的时间 希望双方能够协商解决 得知真相 李康的心里难过极了 他没有料到 自己当年的一时冲动 竟给前女友肖利的人生 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 那么这张因分手而写下的五十万元欠条 最后会如何解决呢 一周之后 双方没有再次走进法庭 李康在妻子的陪伴下 一起来到了医院 买了鲜花和补品 来看望肖利 还掏出了十万块钱 硬是塞给了肖利 这十万块钱 是李康妻子增加家的私房钱 李康动情地说 这一辈子都会好好地 善待增加家的 而肖利所在的单位 也为肖利筹集了十万元的款项 有了这两笔钱 肖利很快做了手术 而且手术非常的顺利 之前的人都说 郑佳佳真是个宽容大气的好姑娘 观众朋友 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 一次初恋 就找得到相伴终身的爱人 也许我们和我们身边的另一半 都有自己的过去 年轻时面对感情 可能也会犯下错误 让我们宽恕彼此的过去 宽容地面对另一半的前男友 前女友 因为宽和地面对生活 会让我们离幸福更进一步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次见